台語跳舞 每天報心書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神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台語跳舞 那吃是我們生活中真重的部分 以前人說 如果說到吃就贏了 因為對吃的東西 台語和吃有關係的動作 是不吃那麼多 分了也會有 今天台語跳舞 我們就要來和觀眾朋友 做回來探討吃的 和吃的意思 秀我的動作 甚至看裡面 台語的咩咩咩咩 我們一般的動作 都可以叫修用的調校 分作比較粗 一般和比較正式的三種 以吃來說 吃是一般的用法 像我們說 你敢吃 要做回來吃嗎 如果比較正式的調校 像說如果有貴賓來 或是在正式的調校 我們就會用用這個動作 像說 要問貴賓吃飯了 我們會問說 請問 跟用過程度 用正式的用來處理一般用意的吃 如果要表現朋友之間 很科學很親 或是我們想要罵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比較粗的動作 效果 像說 有時我們感覺對方很煩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拿去效果 拿去效果 但是這種比較粗的事 一般上是只有高情很好 或是 四大人在乎孩子的時候才會用 絕對不會出現在正式調校 是不可以學費用的 像說 當時有長來 你跟他問說 你中途敢好高 這可能會對你在公司的未來 有很無好的影響 剛才比較正式 一般和比較粗 這三種分類之外 形容同一個動作的動作 有時有附加一些 鴨鴨的意思 像說 我們說你有吃 拼跟順這兩個動作 雖然白白是吃的意思 總是拼 有吃太多 真香的意思 像我們說 那個粗拼對的 你看他都用大碗說在吃飯 或是 你真的拼好 真厲害 如果順有吃很快的意思 我們說 某一個人 三兩歲 一碗飯就順順順了 或是 離開沒多久了 那菜都好順順順了 觀眾朋友 吃 拼 和順順 是不是很辛苦呢 另外 有時吃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部位 我們也會用不同的動作 像說 骨頭和骨嘴 或是魚頭 我們就不會用吃 我們會用蹭這個動作 說是蹭骨頭 蹭骨嘴 和蹭魚頭 因為骨頭和魚頭 都會有夹在骨嘴 骨嘴的肉 要特別去把它塑出來 還是說 把骨頭 魚頭 把它搬開 才吃得對 所以我們就用蹭這個動作 因為蹭的動作 和一般在吃東西 所以吃跟蹭 用在鼻子的時候 也會蹭一樣 像我們說 它都靠白骨在吃青 和它都在家裡 蹭兩樓的 兩種情形的意思是有差別 如果說靠白骨吃青的人 就是聽你說的 啃老族 白骨會肚大開 油頭 總是對白骨的生活 不會有大影響 如果蹭兩樓 就是把白骨的老本 都開了 像我們蹭骨頭這樣 連醉了一粟粟的肉 油就沒樓下來 這樣這個人 人品就不太好 各位觀眾朋友 只有一個吃 就有這麼多美美的格格 你們說 台語是不是很豐富 今天一個台語條文就說到這裡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時間到等候 主播